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即時攻略 身邊的嘉賓請來Jason Jason 你好 你好阿佑 看看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想問Jason的話 不如打電話來204-6566 又或者問題WhatsApp去到9157-1428 亦可以連結到askbschannel.com 同一時間我們耀才才電台的Facebook和Youtube頻道都在做直播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想知的話 也不如大家留言 Jason就會盡快解答大家 首先跟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恆指最新是31519點跌21點 國企指數跌40點 負12670點 而大市成交金額暫時達到750億元 今次想和Jason說一下業績 因為和以往慣例有點不同 長和系會在今天公佈業績 而大家最關心的當然是成哥會退下來 不過成哥就說有什麼都等到下午這個發佈會的時候才會說 就叫大家留意4點之後的業績發佈會 但中午收市之後 長和系有兩隻股份就率先公佈了業績 分別就是電能實業6號和長健1038 首先就和Jason說了一隻長健 看到去年的純利升了差不多三成 去到83億元 而全年收入也都按年增加了一成 除稅前日利也都按年增加了三成一度 那麼電能實業也有說 日利的上升主要是因為出售了一些物業 有些一次性的收益和一些合作項目 或者一些收購項目都能夠帶動它 但如果撇除了這些因素的話 其實長電實際是否有這麼多呢 還有問多兩件事 就是因為有一個兩點 就是它派成百元式那樣多 這個是電能 電能 對 電能 派成百元式那樣多 其實派完之後 那電能的財務狀況又如何呢 集團的定位又如何呢 先說電能的業績 如果你看它這次的盈利 大數來講是升得厲害的 就是升成百分之三十 就比較少見一點 但是就好像阿佑你說的 本身也有一些一次性的收益 例如在去年它都賣了一些物業的 另外也是Husky的合作項目上 上面有一個是全年的盈利貢獻 再加上一些新收購的項目 都帶動了那個盈利升上來 當然你說如果不算那個是賣了物業的收益 或者不算一些匯兌方面的收益 那基本上它的盈利就當然沒有升那麼多 但是都不算差的 就是你計算的大數上面算是對板 但是當然在今次電能這份業績上面 最大的量點或者比到市場最大的驚喜 就是派息方面 因為都見到今次去選擇 除了派一個是常規的末期股息 2.03之外 也都每股派了6元的特別息 你說這兩部分的息加起來 其實都派了一百七十幾億出街 本身電能的淨現金來講 接到去年年底就是一百八十幾億 派了今次這個息之後 它所剩下的淨現金水平 其實剩下可能是十億八億左右 就真的沒有多少 所以說之前電能去賣了港燈之後 所得到那些一次性的收益 一次性的現金 基本上都在這兩年裡面 或者經過幾次派特別息 都基本上是派盡了 大家就不要預期去到今年 來的時間 或者去到未來的幾年 都還可以保持著一個這麼高的派息 如果你計算到這次的派息方面 那個Yield都去到二十幾厘 當然就好像剛剛說的 可能就是最後一次派到這麼高息 我相信它的派息又不會完全沒有了 那就是因為本身電能 都是一隻叫現金牛的公司 那它所做的那些項目 就是之前收購回來的那些公共事業的項目 那基本上每一年都還可以帶來一個很穩定的現金流 那所以你說它的現金流方面就不是問題 那它也不算多債呢 那所以每一年都保持著一個穩定派息呢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那最大問題就是 接下來如果有一些項目 是需要去到收購的 那它由於資金不多的時候呢 那所以它可能在那個收購上面的空間 或者彈性呢 相對就會是低了 那大家市場就不是很介意這件事的 反而市場就比較是喜歡 所以這次就先派一些現金出來 起碼那些錢呢 叫做代了入袋了 那也都是符合回近期 港股市場上面 總之你哪些公司出業職 宣佈派一個特別息的 或者見到那個派息比率是特別高的時候呢 即使你那個業職整體麻麻 或者那個前景那個的增長那個動力 也都不算太高也好 那但是你有一個派息的魅力在這裏 那我覺得這次也是的 那就是為什麼說它今天 電能可以這樣升上來呢 我覺得就不關它那個業職增長的事 反而就是派息的確是挺吸引的 那見到公佈完業職之後 電能就升得都不錯 現在就升超過4% 部位71.95 那說完電能之後 就和Jason說了長電 10300 同樣地都在中午收市之後 就公佈了業職 那見到它有去年股東應佔日理 就錄得100年 超過102億元的港元 按年就上升了6% 那全年呢 都合共派息2.3.8個位 都按年升了5.3% 你自己看它的業績 又收不收貨呢 現在講派息 當然長見就不是特別高 那這個就是一貫傳統來的 本身你買得長見就不是貪過息 反而就覺得它有一個增長的潛力 覺得它還可以有很多M&A 有很多收購會做 那去年講的 長見最突出的地方 就是說它在收購方面 都是相當之進取的 一年裏面都做了三項的重大的M&A 那牽涉過資金也有五百多億 那當中就包括了澳洲方面 那個DUIT的業務 那在上年都記得 在一會的時候 都跟大家分析過 究竟這個業務怎樣幫到 就是在澳洲方面整體那個業務的整合 或者怎樣可以產生協同效益 那這次他都講到的 就說整體它長見都hold住DUIT 是有四成的權益 那都在去年來講 貢獻了一個很大部分的利潤 那去到今年都會進一步有一個的效益 那在那個利潤增長上面都還可以保持 那另外在加拿大方面 也都收購了一個項目 那主要都是向一些住戶提供一些暖爐 一些熱水爐等等的裝備 那這部分相對那個金額或者佔比 又不是特別大的 那另外就是EASTA 也都在去年年中打後的時間 那用了四十五億的歐元來收購 那在去年來講 他所貢獻的那個時間 就是那幾個月就不是特別明顯 那你說去到今年呢 我相信EASTA這一飯的業務 對於長見來說 都還是會有一個很強的效益在那裡 一來就說在那個整合方面 經過這幾個月 基本上都應該是完成了 又或者之前一些起始 初初要投入他的成本 都可能在去年這份業績上面是用了 去到今年就應該能夠體現回 它的盈利增長的動力在那裡 所以如果你說長見呢 只說去年那份業績 就的確不算特別兩例 但是因為很正常的 你剛剛收購這些項目 他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預算是要給多些的行政成本 或者整合的成本 另外也是講到 去年也都有一些一次性方面的問題 例如說說到 英國那些業務呢 做得不是太理想的 不理想的原因 不是說那些核心的收益是跌得厲害的 反而就是因為一些一次性的因素 例如說在2016年 就是前年的時候呢 有一個所謂遞延稅的收益是錄得了的 因為當年在英國方面就減稅了 所以這一部分就令到2016年的基數 就比較高一些 去年沒有了這個一次性收益 所以在英國業務上面 都受到一些拖累了 二來就說17年英鎊 雖然都算是彈了不少的 但是整體的匯價呢 在上半年那段時間 都還是比較低的 所以可能在匯備的因素上面 都拖累了英國整體全年的業務 所以如果你說 單單去年那個業績表現 不是說特別突出的 但是我自己都有信心 就經過去年那三大的收購之後 去到今年 盈利增長的動力都應該可以加強一點 其實市場都很聚焦 在未來的長見 還會不會有些收購項目 因為其實除了2016年之外 公司過去每年 都會有至少兩項的新收購項目 你剛才也有說到 去年就有三項 因為他的業績度 其實也有提到的 他就說會拍住長崗實業 以及電能實業 接下來就會在既有 或者未曾接觸過的業務範疇 都會密識一些投資的機會 還會以大型項目為重點 看到現在長見 持有大約97億元的現金樓 其實是否真的足夠資金去收購呢 以及拍住長崗和電能去做這些事情 到底對他有沒有什麼好處 或者啟示給大家呢 是的 M&A仍然屬於長見 來一個很大的焦點 因為在過去這幾年 總之長和系有什麼 外國方面的業務要收購 長見就一定有份的 電能都不是每件事 而且你看到長見在收購 或者佔的比例上 都相對是會比較高的 當然他就一定要拍住長崗 因為長崗最大的優勢 還有很多地產物業的銷售 會帶來一個很大的現金 再加上可能有機會 將部分一些投資物業 好像之前的中環中心 都賣了一些權益出來 也都會有些錢就馬上回來 有這個現金樓的支持 都可以幫到長見 或者整體的收購可以做得大一點 另外也都好像剛剛說的 本身由於長見都耗著電能 是三成多的股權 這次電能派了這麼多特別息出來 其實長見都能夠分一杯羹 金額都不小 所以這也是幫到集團方面 繼續有多些彈藥來進行收購 如果你看到長見去年的負債 的確是升了不少 例如負債剩額對總資本的比率 都由之前的四點幾% 升到17.6% 整體債務的水平都高了不少 剛剛Yoli所說的90多億那個 純粹是一個純現金 但其實債務是幾百億的 所以你計算一下 其實這間公司 現在是一個叫淨負債的水平 所以你說接下來 它能不能夠再做 或者更加多收購呢 一來就看本身 它的融資能力夠不夠呢 但照常見本身的規模 信譽來講 它要借錢 就應該有很多人 願意爭著借給它 但都不能忽略的 就說當現在的環購利率 不斷是上升著 那它接下來 無論是問銀行做融資 或者是發一些債券都好 都預算在融資成本上面 一定會比起過去幾年來講 是高了不少 所以就一定要拍著長實的 因為長實能夠提供到現金給它 相對可能長見所要揹個債 就未必說會是太多了 但講到尾 都真的要看究竟 接下來去收購的那些業務的範疇 在哪裏 當然工用事業 即供水供電等等 這一類的業務去做得很熟 不同地方去都涵蓋到的 如果你說再收購的 就會有一個叫做協同效益 可以叫做減低那個平均成本 但如果你說好像今次 它業績上面都有提 有機會涉及到一些 暫身的領域 即公司可能之前這麼多年 都沒有什麼 怎樣碰的那些業務 就要看究竟那類的業務 在什麼範疇 或者市場上 接下來會怎樣演繹 要接觸一些新的事物 衡量回報和風險 所以對於長見來說 是有些新鮮感 如果是一個比較進取的 或者覺得要靠M&A 來維持增長的角度來講 長見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相反 你打算是純收息 不想薄那麼多收購的風險 可能買回電能 甚至乎買回其他的公用股 就會相對著數一些 謝謝Jason 幫我們分析了這兩隻股份的結識 接著我看到Facebook有問題 不如先回答Facebook問題 Facebook的朋友問3323 我是中國建材 他就問你 他沒有科技 就想問你怎樣看這隻股份 中建材的股價 最近升了B 其實跟上來股一樣 看到之前五隻環例出了業績 公佈賣第一季營起 都令到股價破了高位 但建材來講相對未破到今年一月份的高位 因為都還在等著 接下來那份業績的表現會做成怎樣 但我都相信去年那份業績應該不大問題 無理率都應該會升得比較多 但要看的 建材在減債上 能不能夠可以做到一些功夫出來 之前大家最擔心 那麽多隻水泥股裏面 為什麽責值是3323或0044 特別高風險 就說他在負債水平 一直以來都相對比較高一些 每一年去比息的開支 基本上都已經是 cover了整個的盈利 所以接下來我們看建材股 能不能夠破頂呢 就真的要好看 去年的負債水平 會不會可以降低一些呢 還有接下來內地整體利率方面 向上那個空間 或者是上升那個速度 會不會是很快 如果你說利率不斷是升的話 對3323來說 就有個比較大的挑戰 所以你問我 如果要選水泥股呢 我首選就不會選這隻的 如果短線它有機會 可能彈高一點點 去到8.76多 就是之前的高位 都穿不到的話 那更加應該 你有貨的話 都要先走一走 好 答完Facebook問題之後 我們就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Jason 電話旁邊有位朱小姐 朱小姐 你好 朱小姐 你好 有些什麼問題 我想問 123月壽和728 123月壽是我一元七毫八 買了一萬五千股 都買了很久了 但請問它上網多少 和指示多少 那一二八呢 那一二八呢 不 七二八呢 我又四五十二十七 買了一萬的 那一路 一路是跌跌跌跌到現在 剛剛現在有少少喜食 請問完事要問我多少呢 好啊 好啊 那我們首先說了一二三 Jason 月壽地產 朱小姐呢 1.18有貨的 看到現在月壽呢 就報1.91 都賺不少了 不如定個指站位 好嗎 那之前月壽地產公佈了那個業績 那核心盈利就相對不錯的 那也都是對於今年買樓的 那個目標呢 就提升了 那所以就看到很多行呢 都即時是 都會劈高了目標價 那之前三月初的時候 那大摩也都出了一份報告呢 都預期一二三個股價 會在一個月之內 就跑贏的大市 會升很多 那結果就是的 你看到是三月初到現在呢 它的股價都有一個五毫多 已經升到上去現在一個九毫多 那你計算的升幅方面 都有三成多 那你說去到現在這些水平呢 我有些擔心它會不會 要先做個調整 就是好像你看到今天 它的股價都有個幾明顯的回調 所以如果你真的拿貨都比較多 而且你都是想著一個短線操作為主 其實去到這些位置 我建議是可以考慮成功先的了 好啊 接著就講到728 中國電訊 它4.27有貨的 就見到它的股價不停跌 就上網追蹤了 接下來有沒有機會回到家鄉 又或者可以上網到它大約多少度呢 電訊股都是那一句的 我自己就不建議去拿 不建議去買 對於前景我的看法呢 都還是比較悲觀的 雖然好像聯通昨天出的業績 不錯啊 又恢復了那個牌息 但是其實接下來 整體內地的電訊營運商 都還在面對政策的風險 就是要減價 又要增加那個CAPEX 來到搞個5G 那本身在那個整體的現金流上面 雖然都還是高的 但是接下來要搞5G呢 都可能會限制回派息的空間 再加上就本身在見到4G方面的上客呢 其實過去兩三年都上得很厲害的 去到今年 相信一定會慢慢放緩 所以電訊商就暫時看不到那些什麼 很大的喜訊 或者很大的利好 就可以支持到股價 可以跑贏的市 所以你看到其實中電訊 由去年開始 特別去年年底開始 市本身不是那麼差 但是它的股價 零零射射射 就滾了下來 都滾了很多 所以在現階段 你問我要 股價很快 彈上去你買的價位 似乎就未必得住 短時間我都只能夠 可能看回大概是3.5號 至到3.6號 所以如果你持的貨都比較多 又想著可能都要套現一下 資金出來的 可以等股價 看看接下來有沒有機會 彈上去3.5號 3.6號 這些位置 就可以減榜 好 接著我們又再聽聽家庭 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 劉小姐 劉小姐 你好 是 你們好 你好 你好 有些什麼想問呢 我想問3.8.3 3.4 放鬼了 現在又想入 什麼位置入貨呢 好 7.4放了 現在已經沒有放在手 不過想再買回中國奧元 是嗎 好啊 好啊 問問Jason 怎麼看3.8.8.3 沒有貨在手的家庭觀眾 想再入 問問你 哪個價位會是好位呢 昨天公佈了業績 去年來講 順利都按連升八成幾 當然我們看Core 即是核心方面的淨利潤 都按連升到五成幾 就算是不錯的 在同業來講 它都算是一間 增長是比較快的公司 還有看到它 無利率方面 都是有一個的擴張 所以現階段 你說真的要講 那個股價來講 我覺得它昨天升了少少 就未升完 未說完全反映到那個股價的 即未能夠完全反映過業績的 去到今天再有一下 即是洋作破了之前的高位 我覺得它短線還有條件 是往高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要買 就未必讓它回得太多來買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去到7.3左右 去到買回一點 駁這一層的升浪 就看上去大概7.8 至到7.9 好 接著我們又再回答Facebook問題 有一個朋友就想問太陽城集團 我Jason 1383 他就說他8.3有貨在手 就想問一下 有沒有機會可以上網到1.2 看到現在太陽城集團 就在報9.4 跌超過2% 怎麼看這隻股份 Jason有沒有機會上網到2.2 這個屋水位呢 這隻股份沒有什麼研究開 也是比較冷門的公司 你看過之前 就是那些消息或新聞 其實都比較偏向負面為主 一來就換過auditor 二來也是說 一些資產是被凍結 有些物業是逼著要賣 接著去到去年下半年的時候 就出了一個刑警 中期虧損也擴大到10億多 接著又傳說要跟主席那邊 就買回一個越南道教村的業務 但是呢 又好像要延期 即現在都未做到一個 deal 所以在這麼多這些消息底下 其實我真的不敢說 股價接下來會怎麼走 你看到它最近好像都升了很多上來 究竟升什麼呢 要很細節去看 還有這一類股份 可能都是一些叫做 投機性為主的一個股份 實際真的可以分析到的資料 就不是說太多了 所以這些股份 我自己沒有什麼特別意見給你了 好啊 接著我們又再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兩位五安 你好 我們那個880沒有貨的奧博 應該怎樣處理 好啊 OK 快買好啊 好啊 問問Jason 怎樣看那些豪島股呢 林先生想買你880奧博控股 沒有貨在收的 就想問你哪一個價位可以買 又或者值不值得買呢 兩個問題 就是你問我怎樣看豪島股 我是OK的 看得到 整個豪島版法 我覺得在今年 起碼上半年來說 不會說差得去哪裡 但是看豪島股 是否就等於看好奧博呢 是 絕對沒有一個關聯性的 是 因為你看到這幾年 好島股不斷是破頂 你看到銀魚 永利那些不斷是破頂 去年的升幅是四五成以上 但是奧博呢 零零細細是跟不上的 即是就算每一次 見到它的博商收入 整體的大數出來 是好的 但是奧博的業績 都不一定是好的 那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現在 最重要的市場 那個地區 即是老坦方面 它一個賭場都沒有 其他的所有賭場營運商 全部都拆替期了 即是你說之前 榮里皇宮 巴黎人 最新MGM 那個美斯美高梅 都開了 即是基本上 如果你說現在內地人 要過去澳門賭錢 特別是一家大小的 那些中場客戶 他們首算都會去路騰那邊 即是一些新的酒店 一些新的設施 那樣 所以你說奧博 你去路騰那個新項目 最快都要去到可能下年 才會開到幕 在今年 預算它的市佔率 會進一步被削弱 所以你真的要買豪島股 我不建議你買這隻 就算你看到股價 沒什麼升 落後也好 落後是有去的原因 倒不如等它 接下來 確定了新賭場 什麼時候開的 那時候才開始炒澳博 好 接著我們又再聽到 各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一位吳小姐 吳小姐你好 你們兩位主持 你好 你好 我想問兩隻股條件 一隻是電能 一隻是6886 電能我有五千股 是 不知道它今天升那麼多 就是我不知道是 沽了它 等它先收完色 好 那 我想問一下 吳小姐 你那隻電話 我是6.3 左右 好 那華泰呢 6886 華泰 我想混購貨 我在17個多有貨 好嗎 好嗎 在這個位置混購 麻煩你 好 剛才跟Jason說了一隻電能 剛才我們都說了少少 即是說了很多 應該不是說少少 那都再問回你 吳小姐就問一下你 今天升了那麼多 應該放了它好 我們先拿到顏色 它的賣入價是66.3 60多元買 是不錯的價位來的 亦都被你鑑到 這次派一個特別息 令到股價都彈了上來 那你問我 現在的股價升了都4-5% 算不算特別多呢 我覺得都不算的 因為始終它派的息 你計算 那個金額都真的相當大 所以短線裡面 是不排除基金繼續要掃貨 就是鑑去收了息 所以既然你已經有貨在手 當然可以先拿著 除非你說 接下來的股價真的再升多 可能4-5% 去到可能75-76元 到時 你就可能考慮去沽一沽貨 否則的話 都可以拿著 等收完息之後 才決定是否去沽 好 接著就說華泰 6-8-8-6 就想溝貨 他們之前買入價是17個多 就想問Jason 哪一個價位可以溝通呢 現在溝通不溝通呢 還是再等低一點點呢 現在就說16.14元 這一類的勸商股 就真的比較令人失望 打算在1月初那段 內地A股都做得不錯 勸商股那段都爆了一股上來 但是很快就無以為計 也都在1月尾打後那段的大跌 就跌回了 就是之前升那一股的幅度 現在內地勸商面對的問題 一來A股成交都還是弱 二來都見到 就好像現在IPO的速度 都不是特別快 還有你講一些公司 在上一市之後 要再批股 做一個股權融資 那很多都做不到 或者要等審批的時間 都還是比較長一點 令到這些勸商的投行業務 都無可避免地 就是受到一個影響 所以勸商股在短期來說 暫時沒有太多的因素 令到它們可以再爆上來 既然你已經有貨在手 就無謂再去溝通的 因為如果接下來的股市 都還是要震盪 或者A股都還是可能 要試一試低位 那些勸商股 我覺得在現價來說 還未算是很吸引的水平 好 還有少許時間 Jason 我們再回答一個WhatsApp問題 有朋友想問 落木3993 他說6.3就買入了 想問你有沒有風險 這隻股份拿著的話 看到現在正在報6.61 不如給我們這位投資者 有沒有風險呢 對於金屬資源股 特別在過去這一年 升了這麼多的落木來講 絕對是有風險 兼且風險是不小的 但是所謂有風險 就不等於股價一定會跌的 所謂風險就是波動性很大 即升可以升得很強 跌同樣跌都可以跌得很多 那為什麼你說它的風險特別高呢 就是因為它很受那個股價影響的 那去年它升就純粹因為 那個股價不斷炒了上來 就是因為現在全球的股 都供不應求啊 在那個價位上面都撐得很硬正 不會說怎麼跌 那你說接下來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因素 令到股價可能有個回調 那到時候呢 就落木股價都一定會受影響 那所以你買這隻股份 就預了風險是高 預了波動性是比較大 所以最好的策略呢 就是在住碼上面控制好一點 不要說太進取啊 或者拿太多的資金 就只放在這隻股份那裡了 好 接著呢 我們聽到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呢 有位潘小姐 潘小姐你好 喂 你好 潘小姐 潘小姐是不是在這裡呢 聽不聽到潘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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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小姐 有些什麼問題想問Jason的 是 我想問388 現在說CDR影響 他今天跌了這麼多 進不進一個 還有什麼位置 好 那就想問 就是港交鎖388 沒有貨在手的 我想問Jason 哪個價位可以進呢 你說CDR對他 是否這麼大影響呢 又未必的 但又不可以說完全沒有 好像說阿里巴巴 那些消息都說 如果你內地有CDR呢 他可能接下來要做第二上市的 他可能就會先選 去A股 A股先 未必會來香港住 但是你說CDR這個模式 是不是會很成功啊 或者內地真是很受歡迎呢 都未必的 特別如果你對比香港的股票市場 始終香港的自由度是比較大些 還有投資者信心也都比較高些 所以你問我 有CDR是否就等於 香港IPO的市場 一定是沒有運行呢 未必的 但始終港交鎖股價 之前來講 升那麼多 都是不斷炒的 有很多科網企業 一些新興產業的公司 都會在今年裡面 來香港 不斷做IPO 但是如果現在是有一個變數在 我覺得 就未必說可以令到 港交鎖股價再升太多了 所以我看它的股價 短期裡面 都還是一個上落格局 可能略略就 跑輸的市會少少了 這一段 如果看下去 就初步看回270多元 那 看上去的 都可能290多 至300元 都會頂一頂住 好 麻煩Jason你的分析 那也跟你申報 有沒有持有 上述提股的股份呢 沒有持有的 麻煩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待會再見 謝謝 謝謝